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 大家好啊 1931年啊 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啊 这个东北三省变成了满洲国啊 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啊 这一段历史啊 这个不同的政治倾向的人士 产生的结论是迥然不同的啊 那个先不聊啊 先聊今天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陈小春写的啊 陈小春啊 不是那位香港的演员啊 是一位女士 他回忆他的姥爷 他的外公啊 张乃气 张乃气啊 也是民主人士啊 跟着共产党走的 应该是担任过解放后啊 有人说叫中共建政后 1949以后的第一任 梁氏部的部长啊 现在好像活跃在 经常美国之音 请他做一个连线的 一位政治评论人士 张立凡 好像就是张乃气的一个孩子啊 这个题目叫 姥姥王静额和外公张乃气啊 就是他的姥爷和姥姥 陈小春是79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啊 人大的政治经济学系的 83年毕业 分配到人大第一分校任教 干了四年 87年就留学美国了 毕业于西洛杉矶 太平洋大学 国际贸易的硕士 先后就职于美国硅谷啊 台湾叫矽谷 500强企业 比如说惠普 惠普我可知道 惠普呢 是HP 叫Hulid and Pickard 修利德和伯卡阿德啊 Hulid and Pickard 这两个人是创始人 就用他们两个的名字的首字母 HP 命名惠普 类似的 比如说敦豪 做快件的哈 这个我原来做曝光员 常打交道 DHL DHL就是敦豪啊 还有比如说 他供职的有惠普 有思科 有西洁 都是大公司啊 主要从事的是商业会计 财务分析 内部审计和内部调查啊 就看内部有没有人受惠 有没有人贪污 他查这个的啊 这个文章题目叫 永远的夫妻 姥姥王静娥 和外公张乃气啊 他的外公啊 这个张乃气很有名的啊 他说我的母亲 有四位妈妈 就是张乃气有四个老婆啊 在称呼上 我们进行了区分 母亲的生母 我们称姥姥 母亲的第一继母 就叫胡子英啊 我们称外婆 母亲的第二继母 杨美真 我们称婆婆 母亲的第三位继母 王者乡 我们没有见过啊 这四位女性 先后嫁给了我的外公 张乃气啊 就是王静娥 胡子英 杨美真 王者乡啊 都嫁给了张乃气 好像还有一个 好像张立凡的母亲 就姓张啊 张立凡啊 他们是历早张 那个好像是工长张 就是张乃气的女人 可能不止这四位啊 姥姥是外公 青梅竹马的原配夫人 她姥姥是第一个啊 原配啊 这个是结发夫妻啊 王静娥是姥姥的大名 1897年啊 还是上上世纪了啊 1897年出生于 浙江省青田县 传廖镇大陆村啊 传廖啊 轮传的传廖 老窝不叫廖国吗 啊 廖也当窝碰讲啊 传廖镇大陆村 青田这地方啊 人节地灵啊 陈成啊 刘伯温 陈沐华啊 出了不少人才 呃 青田我住过那地方 这个当年我出差啊 很早了 1993年啊 他们家的家境很好 既有世代相传的农耕果实 又是当地世代书香官换人家 他的祖父王之焕 诶 唐朝有个诗人不叫王之焕吗 是吧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是吧 那就叫王之焕哈 灯灌雀楼吗 啊 这个他的祖父也叫王之焕啊 清朝的光绪年间 是当地有名的贡生 贡生是指的明清两朝的秀才啊 成绩优异者 可入京师的国子间读书啊 国子间就是国家最高学府啊 国子间就在我们安定门内啊 北京的啊 这个父亲王则臣 是清朝宣统年间的令生 令生啊 秀才分为三等 成绩最好的称为领生 由朝廷按月发给粮食 豪门大院外竖着二十米高的 标志有朝廷学位的旗碑和旗杆啊 这在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啊 他让你啊 学而优则事啊 让你读孔孟之道 也是便于思想控制啊 便于他们的统治 王家在当地啊 在这个清田远近文明 由于家境富裕 姥姥的父亲王则臣 幼年时 曾被土匪绑票 多日没有下落 当时王家焦虑万分 打听到不远的东元镇啊 东方的东 源头的源啊 东元镇 有位经常代表地方 乡亲百姓 打赢官司 被大家誉为能人的张凯先生 张就是历早张 凯 我们说那个凯书啊 书法的一种的凯 张凯先生 张凯家境虽然不富有 但本人是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的晚清秀才 深得当地百姓的敬重 王家找到张先生 帮忙解救儿子 张先生果然为人热情仗义 这个出面四处疏通关系 加上王家愿意动用几千辆银子 最后救出了王则臣 其实那个土匪绑票 不就等着钱呢吗 得有说和人 得有保人 得有中人 别报官 是吧 报官啊 就报警 弄到官府那去就不好了 从此 王张两家来往频繁 成为世家 张凯德控 就经常带着他的孩子们 去王家串门拜访 和主人好友王之焕 吟诗对词 研讨书法 谈古论今 品茶浊酒 张炯 在张家几个孩子中啊 历早张 炯炯有神的炯啊 张炯 在张家几个孩子中 最为聪明伶俐 又和王家的公子 王则臣 岁数相当 俩人很投缘 变成好朋友 一起到家里的书房 读书 聊天 也常在王家大院里 上蹿下跳的 追逐玩乐 清末时期 张炯随着留学日本的潮流 去日本学习警署 治理政要 就是警政业务啊 就是巡警业务和军事课程 学成后回到岁昌的家乡 岁昌啊 是浙江一个县啊 离这个清田不远啊 岁昌家乡 当上了警察局长 而王则臣 遵循父亲的 秀才读书人的道路 通过朝廷 考取朝廷领生 获取管粮职位 两个儿时的好友 在各自成家 陆续生儿育女后 依然保持密切的来往 王家几代 都是富甲 殷实和书香门第的家庭 王静额 是王则臣的 五个孩子里的老三 这个女孩啊 她从小也得到私塾的家教 这个读书写字 喜爱琴棋书画 空闲时安宁的读 酷爱的四大名著 三国西游水浒红楼 张炯虽然日本留过学 担任富田和岁昌的警察局长 还出任清田议会副议长 但是由于没有什么 祖上传承的财产 而且由于不善官场争斗 就是被人免职了 应该是 被人把职位给抢了 把位子占了 所以有一阵子贤富在家 应该叫富贤在家 生活过得比较节俭和清贫 王则臣经常邀请张炯和孩子们 来家里做客 对于张家的聪明伶俐的老二 张乃气尤其喜欢 就提出让王家帮忙代管 就是这老二张乃气 你在我们家养着 是吧 在王则臣家养着吧 张家欣喜接受 他们家说白了不富裕 负担重 但是请求王家不要溺爱他 王家请了私塾老师 在家里给孩子们上课 求知欲很强的张乃气 对此并不满足 他更喜欢课后 钻进王家的书房里 寻找喜欢阅读的各类书籍 闲时也喜欢看同岁的王静额画画 时常催促静额 到花园里捉迷藏 去鱼塘抓鱼 有一次张乃气路过帐房 被里面清脆的打算盘的声音 深深的吸引啊 这个走进去 看到帐房先生 一只手拨着珠子上下飞窜 另一只手翻着帐本 张乃气像着了魔似的定在那里 晚上吃完饭时 他问王爹爹 王哒哒 这个王泽臣 可不可以让他学习猪算 王哒哒说 好啊 学会了可要帮忙 收租算账啊 三个月后 张乃气真的开始当帐房先生的小助手了 厉害呀 是吧 半年后 可以独立算账记账了 并且练就了一手绝活 双手打算盘 先读到这儿啊 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